嗨 大家好 这里是世界之最 我们都知道人生病了可以去医院看病 动物园里的动物生病了可以看兽医 那么野外双存的动物它们生病了该怎么办呢 其实啊 它们与人类迷恋也有自己的思想与想法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是怎么给自己治病的吧 一 迷路在腹泻时会去啃食虎树的嫩枝和树皮 因为这里面含有柔酸 具有明显的止血作用 二 野猫吃了有毒的东西后会去寻找一种带苦味的 具有催吐作用的梨卤草来让自己呕吐 把肚子里的毒物吐出来 三 成年母鹿会兔儿带女到森林中咀嚼一种高等菌类 这些菌类具有健胃功能也可以帮助孩子消化食物 四 野兔得了肠炎以后会寻找干枯的马莲来吃 因为马莲的根部和花都具有利尿通便的作用 五 牛在进食时会不断掘土 然后舔吃黏土 研究发现黏土不仅能为牛补充一些身体缺少的矿物质 而且黏土上沾有的病菌还能引起腹泻 将牛肚子里的毒素和寄生虫排出体外 六 生活在热带丛林中的猿猴患了瘧疾 就会到处寻找荆基纳树 然后咀嚼它的树皮 医学家研究后才发现 原来荆基纳树的树皮里含有奎宁 而奎宁是治疗瘧疾的良药 听说人类发明治疗瘧疾的药 就是从猿猴这里得到的启示 不得不说其实大自然中的动物都挺聪明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别忘了点赞分享关注哦